入冬最強的寒流就要殺到了 到底會有多冷 趕快把時間交給昭文 沒有錯 這一波冷空氣正在南下當中 而且這低溫特報範圍擴大了 現在已經來到了19個縣市 也就是高雄以北還有金門馬祖地區 今天有機會出現10度以下 甚至6度以下的低溫 所以請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保暖 因為寒流真的要來了 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一波影響時程究竟如何呢 今天晚上一直到禮拜二一整天 甚至禮拜三的清晨 將是這一波的寒流最冷的時間點 那麼禮拜四的時候呢 寒流逐漸減弱 但還沒有回溫喔 一直要等到禮拜五 這溫度才會慢慢的逐漸回溫彈上來 但是呢 北台灣的幅度也不太大 北台灣就是白色的這一條線 大概是在禮拜五的時候 也只有20度以下 禮拜五禮拜六甚至禮拜天 有機會慢慢回溫來到22度 所以依舊非常的冷 我們來看一下禮拜二禮拜三的最低溫 最寒冷的時間點 整個範圍都局部呢 都在這個沿海地區 包含像是北部還有宜蘭地區 6到8度 中部還有花蓮一帶 8到10度而已 那麼南台灣以及台東地區 大概10到12度 離島地區 像是馬祖拉 金門地區也都只有6度而已 尤其現在沿海風浪也非常的強 那風很大 再加上體感溫度很容易就流失了 因此像是離島地區的觀眾朋友也要特別注意 這一波寒流真的是不容小覷 那麼澎湖大概是10到12度而已 我們從未來的降雨趨勢 帶你來了解一下 這一波北台灣現在呢 像是基隆北海岸啦 宜蘭地區啊 大台北的東側 都已經是大禦特爆的範圍 一整天陰陰冷冷的 但是就有不少的中南部觀眾朋友就在問我了 你不是說寒流要來嗎 你不是說會變冷嗎 不是說會下雨嗎 我們這邊怎麼沒有呢 好中南部地區的觀眾朋友 可能要等到今天晚上 華南預帶逐漸東移 因此才會逐漸下雨 不過呢到了禮拜三的時候呢 整個水氣就會逐漸減少 禮拜三一直到週休假期 就會變成東半部猶豫 那不少人在問這一波寒流 他們打算去追雪 到哪裡開 而且最佳的時間點是什麼時候呢 就在今天晚上 一直到明天一整天 甚至到入夜的時候啊 其實呢溫度跟水氣就會配合 包含像是太平山還有荷歡山 都來到降雪機率百分之百 我們再來看各地氣溫了 基隆台北新北桃園跟新竹 今天一整天都會下雨 而且溫度越來越低下探7度 苗栗台中照畫南投跟玉林 高溫來到18度 那麼中台灣一帶可能要等到 今天晚上才會開始下雨 嘉義台南高雄跟屏東 高溫來到24度 但是晚上的時候就會降到只有9度 宜蘭華林跟台東高溫20度 但是入夜之後 宜蘭地區不排除來到9度以下 離島的澎湖金門跟蓮江 高溫來到18度 但是今天入夜開始只剩下5度而已 以上是這一節的氣象諮詢證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君問 聖尚 錠 聖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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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尚